《音樂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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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好 想問一下 我們也知道 是不是有帶給你的習慣 是的 因為要照顧小朋友 要工作 其實時間對我來說很重要 常常看著時間幾點 所以自己也有帶給你的習慣 本身是否都有儲錶 是的 是的 因為我沒有照顧小朋友 所以我會儲錶的習慣 是的 是的 那拍拖的時候 你也知道 是這麼多年了 你現在有沒有帶開聖女錶 就是一直都沒有 一對情侶錶 所以這次出完活動之後 我覺得我真的要默認一對 送給大家 嗯 因為因為有很多結婚週年 對 是呀 是呀 有沒有什麼 送我之前給大家的成分 或者是 正在默認的 因為我都 大家對對方很好的 不用送這麼多份 就加上結婚週年 又很近聖誕節 又來著情人節 可以三個節日 好看樣子 OK的 不用分這麼多次 一次夠心意就可以了 即是十年之後 二月慶祝你過去十年的生日 這樣就行了 是你覺得可以做分隊 我們工作也可以 大家都可以這樣對大家 所以我的女生朋友都聽到 嘩 你不要做歪規矩 但我覺得家裡有心意就可以了 首先來講 送開錶不可以是一個習慣 但是你問我有送錶 是的 但是我想 如果你問我選 我選男裝錶 比較聰明 女裝錶我真的不聰明 但是你問我都是送給爸爸多些 有時候 有送錶 我 我七十隻 玩具模型多些 還是照相比 玩具模型多些 你只是賭他們來買的 你只是賭他們來買的 你有沒有說價值 經常有幾個數字 最優惠的 心頭號 又不一定是講數字的 自己喜歡 就是獎勵一下自己 有時候買一隻錶 有時候 你問一些 或是襯衫的 是否戴一些錶 或是戴一些錶衫 都有的 是的 但是有時候 如果買錶 我可能買它 多些顏色 可以襯衫 比較方便